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ewis 今天帶了一批Brightling的新標給大家看 在看新標之前,不如也說說一點關於Brightling最近發生的事給大家聽聽 其實我們在2023年大事回顧都分享過 Brightling是近幾年來比較活躍的中古品牌之一 相信都跟新的CEO有關 在去年底的時候,他們就發佈了一個新的消息 就說他們會收購Universal Geneva這個品牌 其實這個品牌已經超過100年歷史 他們是1894年在瑞士的Lelotte成立 在上世紀大概二、三十年代 其實這個品牌的成績不錯 都頗受標迷的歡迎 有一隻標的型號叫Tricomplex Eric Clapton 這隻標是一隻全力的手標 全日力 即是有星期月日 這隻標是在收藏界來說非常有名 到今時今日,很多人都還在找這隻標 但是因為石英危機的關係 他們過不了這個危機 就在1989年輾轉賣到寶光集團的手上 其實寶光集團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集團在香港來說都頗為人熟識 因為他們是香港和亞洲有一些地區 精工和Grand Seiko的獨家代理 通成的武公司 其實集團的家族在香港大家都會認識 例如他們以前搞過精工球隊 這些上了年多拿一輩的標迷都應該會知道 接著就說回標 其實我們今次帶了一批Advanger的手錶給大家看 Advanger就不是Marvel Comics的Advanger 而是Brightling的Advanger 其實他們去年推出了全新系列的Advanger 品牌其實跟航空業是非常有關係的 他們在同樣是上世紀大概二、三十年代 第三代掌舵人Willie Breitling 就成立了一間航空部門 這個航空部門是專為一些航空公司 設計和製造一些飛行的設計 這個就令到Brightling很有名 而且跟航空業、航空界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Advanger是在2001年第一代的推出 接著去到去年的時候 就推出了全新的Advanger 它有三個不同的型號 包括44毫米的Chronograph 44毫米的GMT 和42毫米的Automatic 我們一起細心看一下這些標 首先講一下計時標 他們採用了一個直徑44毫米的降制標殼 有幾隻色的標本 有藍色、綠色、黑色和沙色的 一個棒型的時標 紅色尖端的計時指針 標罐和標圈都是經過重新的設計 計時按鈕也是新的 價錢大概是55,300元 這款Chronograph 是搭載了品牌自家製的B01自動機芯 有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 動力儲存大概是70小時 而另一款也同樣是44毫米的GMT 你看到標圈上高其實有24小時的黑度 你就可以很清楚在箭頭上看到24小時時區的時間顯示 手錶有黑色、海軍藍色的標本選擇 搭載了品牌的32自動機芯 動力儲存大概42小時 售價是38,200元 而最後一款就是一個大三針的款式 叫做Avenger Automatic 它是用一個小小小的標殼 是42mm 有黑色、海軍藍色和迷彩綠色的標本 它會有一個日力視窗在三秒鐘的位置 而這隻標就是用17型的自動上電機芯 同時也有COSC 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 動力儲存大概38小時 售價黑面是33,300元 而其餘兩款是31,100元 到最後我們來談談今年的龍標 其實今年的龍標是Brightling首次推出的生肖標 品牌選擇了Brightling的Chronomat42計時碗標 去做這隻龍年限量版碗標 標殼直徑42毫米 鋼造的 但是標圈是用Platinum 跟普通版的Chronomat42 其實設計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用了一個洋蔥頭的標罐 凸起的標圈刻度 而且它在標盤的9點鐘位置 有一個紅色的飛龍圖案 而機芯 同樣是B01自動上電機芯 有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 動力儲存70小時 防水深度大概200米 而標底也會有飛龍圖案 限量88隻 售價是75,900元 好了 看完一系列新的Avenger碗標 以及這隻龍標之後 不知道大家對這批新標有什麼感想呢 我自己對這隻龍標 就覺得都挺帥仔的 不過紅色我剛才看上去以為是黑色 可能它的走紅色 不是真的那麼鮮的時候 都影響了看上去的紅色效果 不過可能這樣反而令到9點鐘位置 那條龍會踏出一點 我自己覺得我戴不到44mm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還是選回42mm 這隻Chronomac的六年手錶 不過限量88隻 我想香港也不多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下次再見 拜拜